那Hucky都設定完成要使用以後呢 那我們當然下次開機希望還能夠維持這個Hucky 所以到Preference Hucky Store儲存 那這個呢就會儲存到 假設我下次啟動以後就會是這樣子 1 2 3 4 5 6 我沒有設到7 OK 那現在大概就繼續做一些 細節上的編輯 那當然這個密碼我已經設定了就可以把它關掉 所以呢就按一下 像開關那個它就會消失掉 就會回到我們的托爾面板 然後可以回到Geometry 再打開Dynamesh可以看到目前設定的形態 第六應該是Inflat 刷 所以我用這個來做 所以壓抑的感覺 太誇張了要弄掉一下 好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會來的 當你操作一定的狀態以後就讓Dynamesh作用一下 切成熟能我不等誤,可以操作要的YP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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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概简单的一试一试做一下就好了 那在刷的时候如果怕那个稳定度的问题呢 可以在这边 做一个 就是类似Steady笔刷的一个功能 这样你的笔刷后面会拉出 你注意看后面有个红红的线 那这个就是稳定笔刷的功能 它会让我的笔刷在操作的时候呢 会比较 我滑鼠的抖动的影响的感觉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因为我们总是会有点陡嘛 所以如果你开始Steady就是这个 平均15 现在目前是用平均15个 滑鼠的扣子移动 可以看到这里 那我可以回到1 那就是最陡的状态下 15的话呢 就是我这样抖其实它还在那条线上面 就是有没有看到 倒数有 其实我滑鼠这样子晃晃晃晃 它还在那条线上 那1当然就会 可能是我的面数不够 不太明显 先不管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 把一些地方做操作 那我现在需要 把脖子延长一点点 因为脖子有点短 好 一样按着 先把笔刷放大 按着Ctrl 应该不需要到这里 这里有点 多了一点点 还画起来 OK 可以了 好 Ctrl 点旁边 转 Move 笔刷 放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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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按滑一下 可以Ctrl 頂旁邊清掉 框一下旁邊 再框一次讓Dynamash作用 然後再繼續 調整 那底下其實可以不管他 因為Nivea反正是不在我們看到的範圍 那大概有一點胸向的感覺 再讓Dynamash作用一下 那就可以回到Clip刷 把這裡平滑掉 補起來好了 補一下 這邊呢 這邊有一條胸鎖乳突擊 就是從這個位置 下來到 胸部 大約從耳朵後面這個位置下來 那下來以後這邊有 到 ES 變化一下 鎖骨 再繼續堆積 然後稍微要處理一下 我們接下來 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進去 我們進去 擺帳 按著Auto會產生奇怪的問題 用到 ClayTube 筆刷不要給我用這個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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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